卫生局社区肥胖计划检验餐 在普里镇南城社区举办成果发表会 现场由来自全县11个社区展示他们辅导的成果 一调到色香味俱全的检验餐 令人食指大动 卫生局长黄超郎和现役员林芳宇都表示 肥胖出了与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平日的饮食中 常不慎摄取过量高油、高脂、高卡、重原的食物 对健康相当不利 希望透过健康饮食及运动 让民众更健康 并透过社区的力量 让健康饮食概念 深入社区每个角落 带动社区聪明健康吃的新风潮 我们知道社区过多的缘分的话 对我们身体有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尤其是对我们肾脏的功能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那肾脏功能不好的话 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 那所以我们卫生局在今年度 就是在各个社区里面推动一个检验的一个计划 透过这样的一个今天有11个社区 他们所设计出来的健康餐 然后大家一起到这边来分享 我们希望是透过社区的力量 把这样的检验的概念推动到社区 每一个民众、每一个家庭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到过多的缘分的设计 对于自身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大家都认为说健康餐一定不是很好吃 但是今天每一道菜都是经过设计的 不但低延还色香味俱全 每一盘菜我相信经过他们设计调理之后 除了健康概念、除了低延之外 我相信也是美味可口 来自于各个社区的这些好朋友 我相信不但是一种连理 同时也是宣导一个减肥餐的概念 给大家吃出健康 水里香北浦社区总干事 丘林猪和国庆乡石门社区理事长何淑珍 也在现场介绍他们的检验健康餐 希望让民众能更了解聪明健康吃的重要性 万春比凉拌海鲜无舒服 吃的这一套菜可以帮助我们养颜美容 而且青椒具有排毒的作用 而且红椒跟黄椒可以抗氧化 可以大家身体健康 长生不老 我们这一道菜它叫处流彩虹堡 那它是利用我们有五色去给它组合 让大家的食物是非常的均衡 营养均衡 身体吃了以后 不管说我们蛋白质的摄取 高纤的摄取都非常的均衡 发表会中 与会社区共产是11道检验佳肴 各社区也详细介绍检验餐的特色 之后11个社区 也集聚社区活动中心教室 分享彼此成功的元素 并互相交流情感 我们有配合 我们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